8號晚間入境檢疫系統網頁相當熱絡 輸入驗證碼就可以登入航班資訊 進行集中檢疫防射的預定 8點1開放馬上預定了三成 根據統計指揮中心釋出了集中檢疫所 1500房提供返台隔離檢疫用 國人和持居留長的外籍人士都可以預約 單日住宿3000元 8號晚間8點開始登記 防費降為2000元 截至9號早上9點 已經有643人預定成功 大約占了釋出房舍的三成 雖然沒有爆滿 但是預期越接近春節 房間不夠的問題越會浮上檯面 指揮中心表示交通部已經積極爭取近期 可以增加2500房 防疫旅館 推估1月28號前後一周 人數將達到高峰 全臺各縣市也正在緊鑼密鼓 籌備更多的防疫空間 記者盧依侯 王一仲 台北報導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們 YouTube中天電視頻道即將開通會員功能 傳誌地邀請您一起來加入會員 挺中天 加入會員將實質地幫助中天新聞維持營運 中天新聞近400位的員工感恩在心 而YouTube中天電視會員功能即將上線 相關的資訊更進步的內容 請請關注中天新聞直播 中天新聞臉書 以及快點TV 臉書粉專 阿嬌